上個禮拜的某一天 我跟我老婆吵架 而且吵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那種 可是這幾年來都沒有問 然後吵的內容其實現在都已經忘記了 我不知道為何我吵 其實也應該都只是一些 雞毛蒜皮的小事情 但是真的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像是辛火療癒人般的 從小事情開始 就這樣子越吵越兇 越吵越大 越講越激烈 就收穫回來了 我只記得我那時候真的非常非常生氣 我好生氣 我好生氣 我不想要跟我老婆在同一個空間 同一個環境跟同一個屋子裡 我就跟他說好 我走 然後呢 我就 但是呢 我還是用非常帥氣 非常man 打住我男人尊嚴的方式去跟他嗆聲 我就穿好鞋子 就在我要奪門而出的那一刻 我頂著門 然後從那個縫隙看著我老婆 我還坐在沙發上台那邊看寶寺 我又要收拾了她 她說 你 哼 我生氣了 甩了 首先往外走 我就越走越生氣 越走越生氣 我說 喔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就想著剛剛在吵架過程中 每一次每一句 然後在揣摩這瘋狗 我說他所說過的美一言美一語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這個聖頭潮這麼熟 慢慢的我的心情平復了 我的情緒又冷靜了下來 我就到了一個公園 然後在旁邊的長椅上面就坐著休息了一下 然後就想一想的事情 想一想 想到這件事情 哎呀 我剛剛做錯了 我做錯了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做錯了什麼 我錯的地方就是 我明明知道怎麼對付我老婆 但是我還是像一般思維的去跟她爭辯 去跟她爭論 這個對付我老婆的方法 是我跟她交往三年 結婚七年 總共十年的時間 再加上而且她是個天蠍座的靈人 這相處下來所累積起來的寶貴時光 這經驗傳承啊 所以這個方法 這個宗旨啊 男人你要自己聽 就是 什麼 好我現在就好 就是 女人愛聽 男人愛講的 女人不想聽 女人想聽的 男人總是忘了講 有什麼東西呢 第一的 千萬不要跟女人講大道 因為女人不講 為男性舞蹈 為男性舞蹈 這可是我 這可是我 歷盡沖沖 歷盡沖沖的血淚 歷盡沖沖的血淚 得到小小忠告 請看下你一定要欺負的 真的真的 你忘了記十月是你的 你忘了記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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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等一下想為什麼 因為這個 因為呢 這個 我小小的 因為這種小小的狀況 男人啊 為什麼不是草索女人 就是因為男人太愛講道理了 那講道理的時候 男人講道理是天性 因為男人總是在場上去殺敵 因為她要去講道理要去說服人 去說服人才可以去贏得這場戰爭跟戰役 但是女人不一樣 女人她想的一定是 男人的解釋啊 就是掩飾 掩飾就是PK的開始 所以女人怎麼會有機會讓人講大道理呢 所以只要男人一開始講大道理 女人開始進入了不講你的模式 所以就像是我每天啊 就是每次要跟老婆去做一些爭論的時候呢 我老婆 我老婆 不論我 無 不默的想要跟她 就事論事 對事不對人 但是我老婆 怎會有錢呢 她就是會對我說 我覺得你不愛我 你 你在追我的時候 都不會這樣子 跟我 淚淚水在眼空中 打走阿哥的同學 我這個時候 從去抱抱她 安慰她 就嗅著她跟她說 對不起之後 那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沒有 沒有 可以做 沒有 我還能把她放在一起吃 第二 就是 剛剛女人鬥學的時候 千萬不要翻舊帳 因為失敗的一定是你 女人很奇妙 她就像是個大型資料庫一樣 而且在爭論跟爭執的時候 才會加速運作 所以很奇妙 每次我要跟老婆做到爭論的時候 她每次呢 都可以從把成年舊帳全部翻出來 一一無一時的跟我講 從哪一天你哪個時間的垃圾沒有到 甚至到你的哪一年的生日 忘了跟她講生日快樂 全部都記得 所以她只要講到這個 我一定認輸 而且我學乖 只要她你知道 臉爭論有點火氣的時候 我一定 我不會跟她做爭論 我也不會去翻舊帳 我也不會想著迷她 我只會跟她說 老婆老婆 對不起啦 是我的錯好不好 而且 一定要說 愛你有老婆 這樣更重要 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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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第三個是 男人 都是跟男人講的 男人 表面上你輸了 但是其實你才是真正的贏家 因為女人她要的 她不是一個想在旁邊 去跟她碎碎 一直跟她愛講 到底愛分析事情的男人 她要的 她是一個可以去聽她說話 可以去陪她哭 陪她笑 陪她罵 甚至會不時的跟她講 我愛你喔 給一個老公的男人 所以 你輸了一時的口舌之爭 那又如何呢 因為你贏得的是一個 忠誠陪伴你一生的忠實伴侶 都會男人嗎 所以女人啊 女人 所以你可能男人 因為搞不懂女人在想什麼 但是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用心去愛她 而我的老婆 雖然不要吵架 但是 而且我以為吵不贏她 但是她永遠是我最愛的女人 謝謝大家 請問你 報告 因為今天這個 跟小廟其實是非常精彩 所以這個要講好毛病 很不好講 那就秋難 他其實說是自制到位啊 我也很仔細的聽 就是找不到毛病 太強了 對 然後第二位是韋志未詠 認真要挑起來 就是女人不講你 就是她一個贅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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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 那個戲女會有那還有你不要一次 秀儒會有三次 君豪會有是那個一次 反而是那個總獎評基金會友 在他的整個過程中 那那個朋友講得非常的多 還有一次他有點知道這個偉智的會友 就是他是在座女士那麼多 他一直在狡辯熊辯 OK是講了兩次 因為這是中文講話講OK 他會把這個講話兩次 以上報告就好 最做得好的話不會只抓單字 會抓句子 但我覺得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嘉輝做得很好 他抓的句很重要就是 原不講的這個是罪句